诸葛两至勤孟霍,把孟霍绑进了大帐,诸葛丞相问他,说现在我把你捉住了,你服不服? 孟霍一听我服什么呀?我根本就不服,为什么呢?你不是凭战将的本领把我捉住的,你们哪一元将军在阵前把我杀得大败? 而倒是让我把你们这些西属的名将杀败了几元啊,最后你们没办法了,才用这么一个计策,用办马索,把我的一顶火龙鸡绊倒了,这么捉住我,我能服吗? 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服起。 诸葛丞相点了点头,哦,原来是这样,那好啊,那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放了,我今天放了你,明天我还可以把你捉住。 孟霍冷笑一声,再没有那一天了,为什么?诸葛丞相今天你要敢放我,再下一次,我将再追君仗珠,审问你了,那就说我要逮住你诸葛亮了。 诸葛丞相一听,唯一笑,好啊,我知道孟霍你是个有志之人啊,吩咐人来,松绑,被一桌酒席,款待孟霍一番,然后,让把他那个马给他牵过来,送他上马出行。 说完了这番话,诸葛丞相一看手下的战将,呵,一个个啊,都有不平之色,全气坏了,为什么呢?当然生气啊,这叫什么打仗啊? 怎么逮住这么一个人物,还能马上把他放到呢?又是白酒款待,陈将要干什么呀? 所以陈将说,给这孟霍被马送的出元门,谁送,根本没人动地方,摆那酒席,是几个小校摆上来的,这些战将站在那中边动,大伙心里全部痛了。 孟霍可有点怀疑了,怎么呢?开始他听诸葛亮说,说我可以把你放了,他心里就犯嘀咕,真能这样吗? 他有这个胆量把我放了吗?那不过是说又谈而已,现在怎么着,就是把榜城撞开了,而且还摆上韭菜,还要把那个叫马黄给我。 孟霍可喝着酒,吃着菜,不时地在打问诸葛丞相,他是将信将疑啊,忽然就听帐外一声马嘶。 孟霍可,孟霍一愣,听得出来正是自己站马,哦,这是真的了,忽然就挺身站起来,这酒我不喝了。 孟霍可,向诸葛丞相,说完了,孟霍用手一提这针袍,他腿没抬,为什么? 他看看诸葛丞相,他看看诸葛丞的动静,那意思我可真要走了,你敢放我呢你? 诸葛丞相,正在向他拱手相送,哈哈哈哈,孟霍将军,你要走好啊,哎哟,只是没有挺身起来,把他送出帐外。 但是即使这样,那诸葛丞相对孟霍也算是非常客气了,那是西蜀异国的丞相啊,你已经是一个被俘的将军了,你还怎么着呀? 这不蛮可以了?孟霍又看了看两边的那些战将,好吗? 真奇出啊,怎么奇出,以为严为首的那些战将,刷啊,怎么了?把脸全扭过去了,不干,孟霍。 孟霍知道,哦,这是不服气啊,他们丞相犯了我,他不高兴,没办法,你们丞相有军令,儿童就得按令而行。 想到这儿孟霍,喷喷喷,走出大帐,有人把马给他带着跟前,孟霍上马了,旁边过来两个小校,把他那大刀给他递过来,见那金贝截头刀。 哎呀呀,这倒是出乎孟霍意料之外,诸葛亮能放我,他的胆子已经能刀过天来了,现在居然还把宝马和宝刀还给我。 嗯哼哼,诸葛亮确实有胆量,你可要知道啊,诸葛丞相,你把这刀马还给我猛货,你就再也没有今天之威风了,告辞了。 刀,用刀杆轻轻一颗马的翻场。 他跨下站哪是飞出了原门呢,猛货刚一出西蜀这原门。 好,您再看这中军帐里,怎么了?像开了锅一样,以卫严为首啊,全来指问丞相,当然不是说指着鼻子弯着眼睛。 但是这些将军们可全都活了 丞相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怎么了 咱们这是来打仗 是来开心的 开玩笑咱来不到这 您那么在这年纪 可以说 经了千辛万苦 远离成都国土吗 跑到这捕毛之地 整天我们替您 担着心吊着胆啊 嘿嘿 好不容易 咱把这男王梦祸给抓住了 您怎么把他给放了呢 如果说 金环三杰董徒纳 什么阿惠南这些给您放 为了争取敌军之心 我们不说什么 可您不能放梦祸呀 怎么 他是男王啊 南中这一代 他为首 那是个祖头领 咱们这次到南中来打仗 为了什么呀 不就是为平定南中 要想平定南中 必须勤住梦祸呀 好不容易把他逮住了 费了多大的劲 丞相您跟我们说的话 您忘了 还没等我们出兵打仗 您先告诉我们是只许败不许胜 只许退下来不许进 您看我们这仗打得多窝囊 好 您怎么退下来了 不管您办马索还是建马坑 总而算是把这位南王梦祸抓住了 但是您现在给放了 丞相干脆 咱们都别干了 回兵 回成都咱们接着去得罢 诸葛丞相笑着看了 看他手下的众将 冲大家摆了摆手 大伙对我有气 我知道 一个个面先不平之色 我已经看出来了 不过 朱军做得不对 怎么特别是当着梦祸 那哪能这么不高兴呢 这梦祸不是走了吗 这时候你们问我 我再跟你们说呀 大伙一听得好 丞相您就跟我们说说吧 让我们明白明白 要不然呢 实话告诉您 我们是彻底泄了气了 这仗没法打了 一打还就得败 费挺大进逮着了 还好吃好款 带完了送走 这不是折腾吗 这不是 我们听听丞相 您是怎么打算的 李宫啊 梦祸这个人 这个人不简单 此人不担忧 万夫不党之勇 他的意志很坚强 他的意志很坚强 是一个不怕艰苦 不怕劳累的人啊 喝 众将都差点乐了 乐什么呀 我们丞相了解这梦祸 比了解我们还透彻呢 现在干嘛呀 是要给这梦祸平衡了 是怎么的 哦 他有这么些好处 我还没说完呢 梦祸这个人 待人接物很诸厚 在南中这一带 是一个很有名气 慷慷慨仗义的英雄 好汉 他很得男人之心 就是有不少的恨人 也都很敬服他 我要收服他 就等于收服了整个南中 我要征服了梦祸的心 就等于征服了整个男人之心 国人得战役 得信安 土地国之机 就是说呀 你想吃顿饭呢 那倒很容易呀 你要想得一个出乎其类 八乎其次的人才呀 那可费了大劲了 哪能像诸公说的这样 把梦祸逮着 逮着就把他斩了 这道痛快 可你斩一个梦祸呀 那就伤了一大片男人之心 这地方就再也甭想太平了 正像是马素说的那样 你刚来把他平定完了 只要你一走 他是随后就烦 那怎么能行呢 我想收服梦祸之后 让他忠心耿耿 保我蜀国 这个地方就平定了 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 也就不会有什么战事争端 是为了这个 哎呦 众将这么一听 离开这歌 哎 魏延一转身看了看 王炳怎么样 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 陈正这想法我已经知道了 大伙这乐 您算了吧 怎么刚才不看见了 您鼻子都气歪了 您比我们这气都大 现在这又知道成像 怎么想的了 行了 大家说说笑笑 离开了大仗 这也全消了 这回行了 怎么行了呢 思想明确了 如果要再打起仗来 那心情就不一样了 甭管这西蜘蛛大营 怎么高兴了 再说说那位男王孟霍 孟霍 接过大刀 骑胜他的战马 出得西蜘蛛的原文 他这个心呢 是崩崩直跳 怎么回事 孟霍在想 诸葛亮真的要放了我 他确实有这个胆量 我呀 得快点走 虽然说快点走吧 孟霍呀 还怕再次中了埋伏 因为他始终不太相信 诸葛亮擒住他之后 敢于又把他放了 哪有这么打仗的 你说这诸葛亮 带着这么多的军将 你不成都那么老远 来到这儿 他干嘛来了 不就是为平静这南方 多的就是我呀 现在把我多多了 怎么都放了 快 快跑 他轻轻的声音 告诉这一顶火龙鞠 俩腿一颗封骨鞠 这马一边跑着 孟霍一边往四外直悬梦 悬梦什么呀 他恐怕在那竹林深处 草葱之中 有稀数的埋伏 没有 宝处有一二十里面来的 前面有山魂 孟霍这时候心里 稍微踏实一点 刚这么一拐地山魂 他就听对面 是云生鼎沸 一眼也归佛 哼 东龙活把两次游风 照如不动式的一般 哈 孟霍一问 心说怎么样 国真有埋伏 嘿嘿 诸葛亮他把埋伏设在这儿了 他在安桥上挺身 这么一看 哼 孟霍常常松了口气 怎么了 不是西蜀的兵将 从那一招打扮 从那惊奇 看出来了 是自己的军校 他在心里可踏实了 对面那些军校 也看见孟霍了 哎 大帅 是大帅 哎呀 大帅怎么在这儿呢 用潮水搬进过来了 哼 自从他们大帅 孟霍被停之后 这些人好像六神无主一般 再说 还有好多南方的这些军校 被西蜀军给裸了去了 将人给捉住了 诸葛亮有令吗 捉住不许杀害 又把他们给放了 被葬的这些人呢 回来之后 就讲了讲 诸葛亮这温情 和大家在一块就商量 能把你们放回来 能不能把咱们大帅放回来 嗯 这些人一听一晃头 那根本不可能 怎么 放咱们行了 咱们是小萧 把咱们大帅给就 你们放回来 大帅叫人给捉去了 多欣欣 你们都没看见 有个小孝说的最关 是我亲眼目睹 人家也不是用了一个什么计策 一切子就在安桥上 把咱大帅孟霍给歇一下马上去楼 成坤索榜捉走了 看来大帅 活不成了 性命难倒 我看悬 哎哟 大家一听 大帅孟霍完了 那咱们这南中一带 也就算全完了 咱们怎么办呢 你们的主张 跟诸葛亮得拼呢 给咱大帅报仇 如果说十个人里边 有俩这么嚷嚷 拼着 那八个人都不言 怎么回事 那八个人心里想 诸葛亮城乡带咱不错呀 你就拿我说吧 已经是第二次 让人给逮着了 逮着之后 又给我不少馒头 还来两碗炖牛肉 给了块银子打不回来了 哪找这人去 我跟你拼呢 我拼不了 怎么呢 我一见诸葛城乡的兵啊 我就叫这脸上发胡 我是不拼 正在这商量 正没主意 没讲到 大帅孟祸回来了 你说这些人们不高兴吗 一切子就把孟祸给围起来了 又问长问短 有的高兴的呀 就跳起来了 大家几回是一口同声的大帅 你们是怎么回来的呀 孟祸这么一瞧 他不搁 孟祸明白 我这些军校 大概有三分之一 是阿姨诸葛亮给捉了去 又放回来了 我呢 也是这么当的事 但是 我是难忘 我怎么能跟我的军校这么说呢 说周祸亮把我恩事了 这也太惨了 我这脸面望哪歌呀 他怎么一招提 大伙一瞧怎么了 这事 大帅 怎么跟你发起脾气了 你怎么不说 你怎么回来的 我在这怎么说 我得下马跟你们详细说说 哦对 哼 有些小校就把这位孟祸 由他安侨胜给扶下来了 就在这个的同时 孟祸在想啊 我得怎么编几句瞎话呀 把我手机这些军校给说服了 我还没丢面子 要不然 我怎么再领着他们抵挡诸葛亮呢 哎大帅 您坐这 您坐这 找了块高大的青石 有个小校手快 啪 怎么了 抖开一张爆皮 给扑着个石头上了 别把大帅给量走 您坐这 您这么说说 蒙祸想了半天呐 冰角都有点躺汗了 怎么 感情这肚转瞎边 不是容易的事情 因为你编的得使人直信 得合理呀 哎 我说 我 也让诸葛亮捉住了 反正不管怎么 这就头一句再得说呀 张维迪对 这么才明白 您是让诸葛亮给捉住了 就有一个半马锁了 捉住之后 您猜怎么这样 张维迪对 您怎么猜呀 是您得说呀 哦 怎么这样 诸葛亮把我神魂锁忙 压在一个大仗之间 哦 那后来呢 后来呢 哼 他们给我摆上了几桌酒菜 说什么 让我喝几杯酒压惊 我怎么能饮他的酒 吃他的菜呢 对 大帅 您不吃不喝又怎么样了 我一看 我一看 西蜀军校有几十名在看压着 等到夜晚三更十分 我用足全身力气就磕吃了这么一手 怎么样了 我把神魂锁 我把神魂锁 阵断 嗯 这些军校全都打直调起来 咱大帅 有点力气 有这本事 争端神魂锁之后呢 我就抢过来一把西蜀书小校的钢刀 当时我把看压我的那些军校杀了一个干干净净 如此嘛 我就走出了西蜀的大英 哦 一番话 说的他手势的这些小校话 中长大笑 哎呀呀 大帅 您真乃是当代之神人哪 哎 有人认了一句 大帅 既然您杀死小校 突出了西蜀大英 这刀马 你怎么得得的呢 他这个 刀马呢 哎呀 梦活一下难了 咱们还得往下编 看来 我得把这编的收了口啊 嗯 听人说过 这编框编楼贵在收口啊 这收咬口不行 还得问这刀马 他们问得到详细 西蜀的梦活 瞪了这小小眼 心说 这小哥 平常我给你个嘴巴 瞧你个嘴这欠嘴 你管我这刀马怎么回来的呢 这刀马 他是这个 我这不出了大龙了吗 啊 终于让盼人来追我 哦 追你来了 嗯 其中有一位俗将 不知好歹 骑着我的宝马 用我的宝宝 我当时一看 骑着三十针 到我叫我嘴好 我去飞空 我大吼一声 就冲上去了 我把这原相掀一下 开几条 然后杀散了这些赎金 在刀马 我不就得回来了吗 你们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赎贵金 您说的 我们说是这么回事 不是 那怎么说呀 哦 是这么回事 没错 那太好了 大帅君回来的正好啊 怎么不然有些人 恐怕就要散了 散了那行 把人给我召集起来 你还别说 这孟霍啊 是真有号召力 就回了一天的功夫 张提留几万人 全来了 大家还庆祝了一番啊 傻子又宰羊啊 昏昏喜喜的 跳舞跳绿宿 怎么回事呢 高兴的 庆祝大帅 顺利和徽 哼 音传识识传百 南军九孝几乎 都知道了 大帅是怎么回来的 哼 孟霍这张牛皮 这碰吹 可以说 他在这牛皮上 拴了根绳子 那怎么回事 抡起来吹 你也别说 孟霍这一吹啊 他手下这些军孝 还就传尽了 光这么瞎吹不行啊 还得把这军兵 激动起来 再次与诸葛亮决战 这时候 南王孟霍就传下一道令 让各位将主 还有所有的众主来见 这令传下去三天 就来了俩人 谁啊 一个金环三结 一个董徒纳 梦霍火了 这怎么回事 我那些金匠呢 有人向他回禀 大帅您别生气 好多人啊 人家都回家了 有的带三两千人走了 有的带个万八千人走了 还有的带几百人的 这么说得了 几乎啊 走了有一大半啊 啊 尤其这九栋的洞主 现在就生二累了 就这金环三结和董徒纳了 连阿贵南都没来啊 九个洞呢 像那紫竹洞 青云洞 长青洞 彩石洞 金光洞 银光洞 陆绝洞 泉水洞 林华洞 这九栋 洞主 全走了 这仗可打不打了 孟霍这气 就芒芽长来 紫竹洞主 芒芽长啊 那是孟霍手下 最得意的 一球地盲 把芒芽长给找了 其实芒芽长这两天够忙的了 怎么呢 他一方面筹集粮草 一方面惦记着孟霍 现在听说叫他 他就来啊 我没找 您甭下我 我也得 我给您去招几人去了 九栋洞主 全到齐了 嗯 孟霍一听 仗还差不多 仗还没打 怎么对咱们 才回家的 来来来 咱们一块商量商量 他就把想好的一个战策 和他手下这些洞主 全说了 孟霍想了个什么战策 他说咱们把人马呀 全都带着南岸去 带走卤水南岸 咱后呢 咱们铸城 铸体城来 咱就在这跟诸葛亮耗着 我让诸葛亮是不战自败 为什么 咱们这地方地理太好了 现在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呀 这个炎热劲儿简直没法说 诸葛亮首先那些军教他根本就实用不了 再说了 他要是追咱们 咱们以炉水为天然屏障 他要想渡炉水 他拿什么渡啊 他得用船吧 咱把所有的船只 连个小筏子都不让他得咒 咱都把他控制起来 锁起来 甚至于点火把他烧了 诸葛亮是远来的人 他根本不了解咱们这炉水是怎么回事 炉水水深水粮水急呀 据说呀 你要是不知道情况 根本不是当地的人冷不叮得到这会儿 虽然会点水 有点水性要下去 撑冷这么一些子 就这么一击 就把你击个击凌击打个冷战 甭忘钱游也甭忘钱求啊 就能把你击住 那水太凉了 快赶上啊 下的地里头多说百丈那寒泉了 就那么凉 我看这西蜀军他怎么动 你们说是不是办法 是个办法 就凭这些吗 你们怎么糊涂呢 光凭这些不行 现在诸葛亮离成都很远了 天气再加上这么一热 他用粮草也困难 军无粮不占自乱 当他粮食一绝一尽的时候 咱们一股作气冲过炉水 就杀他诸葛亮一个片甲不虎啊 这办法行不行 哎呀大帅 这乃是上乘之策啊 那好 明日一早咱们开始铸城 光铸城还不行呢 多准备 共弩石炮 干嘛呀 准备诸葛亮来攻城 一方万一 万一他要是弄点小船 送过来呢 咱们就拿着石头的弓弩 把它给挡回去 就这么办了 他们就在这南岸 骑着 冰灯邦灯 骑着 骑着哗啦 干上了 这么快 几天的工夫 几座连城 沿岸住起来 诸葛丞相 诸葛丞相 人马已经抵达卢水北了 扎住了大营 由探马来报 回禀丞相 整个这卢水 一条船也没有 这卢水在哪啊 就是卢江水 上流啊 是热水 现在呢 叫雅龙江 下流叫卢水 是流入金沙江 这地方水太急了 有船都困难 何况还没船 诸葛丞相一听 带我亲自去看 咚咚 众君叫雍兔子 丞相诸葛亮 坐在那四轮车上 雷到了金沙江 看坐在这儿 这么一看 诸葛亮也按吃一惊 怎么了 好家伙 这水 哇 刨就奔腾了 那水下 也数不清 暗交啊 诸葛丞相 看了看 有四轮车上下来 他把双手 望后 这么一背 一边摇着 这大扇 慢慢的 就在这江边 来回 舵步 走了这么两趟 诸葛丞相 缅然大叫 老夫 最有度尖 知记